没有毛的猫 赵一强 职业兽医师 犬猫内科专科医生 没有毛的猫叫做斯芬克斯猫 又称作加拿大无毛猫 是一种大众型的猫 很多人是通过影视上 或者见到生活中有朋友养这种猫 来接触到无毛猫的 实际上无毛猫并不是一点毛发都没有 它们身上其实也有一层轻薄的 绒毛就像人的寒毛一样摸不到 或者从外观上很容易忽略这层绒毛 因为没有毛发 所以无毛猫给人的感觉很邪恶 但实际上无毛猫对人类充满友善 且性格敦厚 精力充沛 十分好相处 并且和主人有很好的互动 是一种特别适合家长猫一 无毛猫因为没有毛发 所以对主人的家庭环境来说 不存在有掉毛的控制 但是同样因为无毛猫没有毛发 所以需要保持皮肤干净 整洁 经常洗澡 日常还要注意通风受凉 或者环境降磨受凉 避免无毛猫因为外界温度的变化 出现一些疾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